无赛可跑,如何保持运动水平? 98跑,你还记得上一场比赛是什么时候? 这是最近跑圈比较流行的一句调侃 虽然,每个人都知道疫情终将会结束 也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可以奔跑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然而,随着多项国际比赛延期或取消 我们也渐渐意识到,在一段时间内 或许自由跑步是可行的 但是想参加比赛的愿望则变得异常艰难 甚至于2022赛季大概率将面对无赛可跑的现状 与专业马拉松运动员完全以经济成绩为奋斗目标相比 大众跑者跑步初期的主要目的是强身健体 旨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可是随着运动能力的不断提升 以及在比赛中获得的成就感 大众跑者也开始对训练和比赛有了更高的要求 甚至在某些方面的投入 比专业运动员还要专注 然而在当前疫情背景下 大众跑者短期内是看不到比赛复燃的任何迹象 又无法参加体制内专业队的比赛 训练欲望和动力必然会受到影响 运动员一旦在训练中失去积极性 就很难产生好的训练效果 甚至也会有跑者问 无赛可跑时 不想再跑得如此辛苦 但又不想让此前的运动能力出现下滑 该怎么办啊 针对这个话题 和大家聊一聊大众马跑者该如何面对合作 好无赛可跑时的心理安抚 以及如何保持运动水平 不出现断崖式下滑 保持合理的运动负荷 正确认识运动负荷对运动成绩的影响 运动训练强调运动量和运动强度之间的博弈 运动负荷的高低对提升运动成绩至关重要 负荷过高会造成身体过度疲劳 负荷过低又产生不了好的训练效果 通常我认为理想的运动负荷量 是基于运动员机体能够承受最大负荷的80% 尝试交叉训练模式 长年坚持周期系统运动训练 必定会带来运动成绩的快速提升 但是长期进行高强度高负荷训练模式 也会给运动员身体精神带来一定的消耗 特别是大众跑者 在运动能力、运动环境、运动营养和运动康复等方面 都无法做到专业运动员那样有求必应时 借无赛可跑的时机 给身体一个调整的机会也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 身体调整并非完全是停止运动训练 基本的运动负荷量还是要保持 这是后续恢复系统训练的关键 例如,保持每月160-200公里的运动负荷 就可以让机体处在正常的运动状态 虽然这样的运动负荷对于精英跑者来说 已经很难提升运动成绩 甚至短期内也会导致运动能力下滑 但是训练节奏并没有丢失 一旦恢复系统训练 利用四周的时间就基本能恢复到此前最佳状态 此外,这期间也可以结合一些自行车 游泳、越野、球类运动等交叉训练手段来保持运动状态 不同运动项目的尝试 不仅能够刺激到小肌肉群开发 也能缓解运动员精神疲劳 延续日常周期训练节奏 对于从事专业运动训练的运动员来说 日复一日的训练是为了更好的比赛 比赛结果则是为了检验此前的训练效果 为下一阶段训练做参考 当然,与专业运动员从小就开始接受专业训练相比 大众跑者的运动底子还是非常薄弱 因此,借此机会继续强化自己的基础训练 也是非常值得的 所谓的马拉松项目基础训练 就是以围绕着有氧耐力为核心的传统训练模式 在反复巩固运动员耐力水平的基础上 阶段性增加混氧训练和间歇训练 从而提升运动员的专项、比赛、能力 当然,科学的训练手段 理想的训练效果一定是围绕着周期训练 每个周期在6至8周左右展开的 而不是突击一堂训练课 谈到周期训练,必须就要强调周期目标 而周期目的完成率则是检验训练方法的重要标准 因此,对于严肃跑者而言 我们不能让无赛可跑影响到日常周期训练 在完成每一个周期训练阶段时 可以通过定期测验的方式来代替正式比赛 既可以提升运动员训练积极性 又能及时检验周期训练成果 为后续的周期训练做数据参考 总之,无赛可跑 不应是我们轻易放弃训练的理由 运动训练强调科学性、系统性和连续性 运动成绩的提升需要常年积累 但是运动成绩的下滑或归零 停止训练一个月就够了 因此,建议大家在没有特殊情况下 尽可能不要完全停止系统训练 哪怕每次训练只有5至10公里 也比完全停止训练好很多 当然,我们都是因为爱跑步 才去跑步 一切的出发点都应建立在快乐的基础上 如果确实感到身体很疲惫 有些厌倦 那就休息一段时间 等身体完全恢复时 再出发 极致聆听专题组